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前述讲到了Cascade 不同的尺度如何交互作用 它有一些输入输出在不同的尺度 然后它可以由大到小 也可以由小到大 那小到大是一个很独特的大气科学的 海洋科学的一个现象 但是在这一些平均的统计状态里面 我们还会出现这个叫做 coherent structure 条理昏明的结构 那我大概做一张示意图来看 这个大娃娃 中娃娃 小娃娃 就是代表不一样的尺度 那在这些不一样的尺度里面 我们是不断的在密切交互作用 我们在密切的交互作用 但是coherent structure就好像这个绿巨人一样 它就是在大家交互作用 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它不一定完全根据你的交互作用 来决定它的存在 那这个叫做coherent structure 那这个coherent structure 我想我们就直接用例子来举例 在木星的大气 在地球的大气 我们刚才讲到 它的乱流是由小尺度 一直往大尺度变动 但是如果大家想 我们的尺度如果大到一个程度 假设你可以感觉到 所谓地球叫做β效应 或者地球科势力 随着纬度变化的效应 那你的乱流越变越大的时候 变成是在东西方向 它没有感觉 但在南北方向 它似乎感觉到地球β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你的问题就会出现 你会出现一条一条的带状的东西 那这个一条一条的带状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因为coscate 因为不同的尺度的变化所产生的 所以在木星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非常清楚的 一个带状带状的结构 那地球上我们也都知道 有东风带 有西风带 基本上都是类似这种 两度空间乱流的观点 可以看到 可是在这个平均 都应该是形成带状的当中 我们会看到 有时候看到像这个大红斑 它就很显然它并不是带状 但它也存活了三四百年 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coherent structure 那我们也可以讲到 在整个乱流的平均的架构下 在热带地方 在热带地方 通常都是温度非常的低 温度非常的平均 它温度高非常平均 但是我们偶尔会出现台风 台风事实上 你也可以想象 它就是一个coherent structure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 取了一些比较有趣的coherent structure 木星的大红斑 木星会出现涡旋群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五边形的涡旋群 我们的地球台风 卫星照片 有时候也会看到涡旋群 我们在做电疆学实验的时候 这是一个电疆学 它背景有一个非常均匀的磁场 那这个磁场的作用 其实跟地球的科势力旋转 是很类似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电疆涡旋群的时候 它也有电疆的涡旋 的电荷不断的会汇聚成 越来越大ken的涡旋 也是小尺度到大尺度 但是偶尔它也会出现 像五边形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些东西当然在我们的数学模式 非常简单的模式里面 我们也非常容易的 可以把它模拟出来 了解它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二维乱流 两度空间的乱流 那这里面指的就是它会出现一些 调理昏明的结构 然后这种结构出现 有时候它就会维持一阵子 它并不会很快的就消散 所以对于预报来讲 它也是有它的重要性 那类似在各式各样乱流里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是不是在大气里面 经过岛屿的时候 就会出现common vortex 那这些涡旋也都是生命级稍微长一点 然后它是就是我们的 有coherent的structure 那当然更简单的来讲 就是Biochnis 这个是挪威学派的封面理论 是气象学的近代 气象学的最早 它是最早提出来说 气象学所做的事情 气象的终极问题 就是要观测大气的现状 以及了解大气的运作 那你从观测大气的现状 以及了解大气的运作 你就可以预报未来的天气 那这Biochnis的这个想法 就是刚刚带动了 我们常常讲到的Richardson 然后以及到今天 我们有数值天气预报 但是Biochnis它做的封面 高压低压的这个东西 某些程度我们也可以讲到 事实上就是在看一个乱流学里面 也是一个coherent的结构 就是在乱流不同的尺度 平均的交互线下 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个 调理昏明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结构 好那接下来我们谈到 Stirring跟Mixing的观念 因为在乱流里面 我们有尺度的交互作用 那尺度里面有时候会出现 一个调理昏明的结构 它不一定完全依照 你不同的尺度 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实际上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喝的咖啡 我们喝的咖啡 如果大家会把它加入奶精 我们会喜欢加入奶精 但是大家都知道 奶精的加入是一个 奶精的跟咖啡的互容 是一个非常慢的过程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一定会搅拌我们的咖啡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搅拌就是 Stirring 那搅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搅拌以后 它就是会发生 你的奶精变成很多细丝状的东西 那变成许多细丝状 事实上数学上来讲 奶精变到咖啡 这个叫做T度 那细丝带变多 就是你的T度会变多 你的T度会变多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你的界面会变多 所以这个又是回到我们前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的联制力是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我的奶精要融到咖啡 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我因为搅拌动力的关系 我让它出现很大的T度 那界面变多的时候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的奶精就可以很快的跟咖啡互融 然后在奶精跟咖啡的互融当中 有时候你会看到中间也会出现一些调理昏明的结构 就像涡旋一样 所以这个搅拌跟混合是一个大气海洋动力 或者我们的流体力学里面动力 它运作的一个基本方式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最主要它的重点是在于 因为你的搅拌 因为你的搅拌 所以 你会产生很多界面 然后你产生很多界面以后 你的混合会变得非常的有效 所以这是一个数学的计算 大概我想细节就不细说 就是这个地方是开始stirring的时候 你的梯度就会大幅的增加 然后最后开始混合的时候 你的梯度就会大幅的减少 那这样的一个多层 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成化流体 我们给它搅拌 搅拌的没有很多的时候 就是混搭了多口味 但是你搅拌以后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会变成完全混合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搅拌跟mixing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那当然我们也应用这样 类似这样的研究 我们也可以想到 在我们的台风的运作里面 台风跟周围的涡旋的运作 它也可以形成一个 类似像双眼墙这样的结构 那这个双眼墙的结构 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视为 是一种搅拌混合跟两度空间乱流 形成coherent 有条结构的东西 那当然在这个计算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stirring 搅拌 让窝度的t度增加 那窝度的t度增加 这等于增加不同窝度值的界面 那界面增加 混合就增加 那背后它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学 就是在于你的μ是逼近于0的时候 你的t度是逼近于无限大 所以两个东西会沉在一起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finite的影响 那这个也是stirring mixing非常重要 那也是一个在大气或海洋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μ非常的小 可是小兵立大功 它非常的重要 它不能省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有无限stirring会产生很多很大的t度 那在这个变得很小的过程里面 当然它会出现很多细丝状 那这个大概我们这里只是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的流体计算里面 这是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可以算出 它变成细丝带的所需要的时间 那这些细丝带在南极臭氧洞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围 这边都有很多细丝带 那在飞机的观测里面 在南极臭氧洞的外面 它有很多细丝带 那这个细丝带就是 它的细丝带会把非常低的臭氧值 带到涡旋的外面 那这个在我们的地球大气 我们的天气系统里面的天气图 也是往往在很多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会出现很细的巢线 那这个都是等于是 你可以想到天气系统好像在搅拌 然后增加了它的渦度的t度 那在这个搅拌的过程中 当然在台风研究里面 也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这个核心涡旋的 非常的有力 它可以把周边弱的涡旋 全部都变成带状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带状 它所增加的就是它的界面 那这个东西当然 在实际台风的雷达观测里面 我们也看到 很简单的数学模式 都可以看到这个混合搅拌 搅拌跟混合所产生的细丝带 然后最后事实上满足 我们刚才讲的两度空间的 cascade跟形成coherent的结构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研究 我们用飞机观测 事实上也可以证明 这个变成带状的一个 在涡旋外面变成细丝带的过程 事实上会让台风附近 有些云能够消散 所以我们讲到steering跟mixing 从整个地球大气的 大的系统来讲 我们也可以想到 中纬度这里好像 斜压不稳定 就是在混搅拌我们的大气 然后它就会出现 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那类似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想到 一个台风涡旋 它最大风的这样的旋转 它的外面也会出现细丝带 也会是一个搅拌 所以某些程度 我们可以把这些台风 或者是我们的天气的系统 看成它是一个搅拌的过程 然后最后呢 我们的地球冷热南北 最后一定是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混合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讲 它是一个weather 事实上是一个搅拌的一个过程 那气候呢 你就看到它搅拌以后 最后平均的状态 好 那我想我这一讲就先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